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昨天 也就是周二澳洲本地的市场情况 那么按照上个星期的例子呢 澳洲股市基本上是按照一天上涨 一天下跌这么的规律来进行 但是昨天并没有出现第二次的上涨 我们知道在本周一澳洲股市是出现了下跌 那么按理说呢 按照上周的逻辑 那昨天就应该反弹 但是由于澳洲昨天的一大 大大的这个上市公司 澳洲电讯是出现了6.5%的下跌 直接最终是导致的大盘呢 没有形成上涨 最终是走平几乎和周一呢 走势是收盘相同 那么在中国方面 昨天上阵指数呢 也有轻微的下跌 没有冲破3360点 跌幅呢非常小 为0.05% 深圳方面呢 大约是上涨百分之零点四八 在欧洲上欧洲方面呢 英国法国德国三大国家的指数 大约是有百分之零点五左右的上涨 美国方面也同样 三大指数呢 涨幅都在零点五至百分之一左右 但是目前道琼斯指数依然是没有冲破22000点 那在其他方面呢 黄金价格出现轻微下跌 但是依然保持在1300以上 同时油价目前是跌破了46美元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跟大家再来分析一下 目前澳元的走势 那么对于澳元的走势 应该说第一句话呢 就是现在的判断难度非常大 他现在为什么说他很难判断呢 就是因为现在的澳元和人民币一样 目前整一个走势啊 都和正常的分析逻辑有着很大的矛盾 如果目前的投资者呢 同样也对于澳元未来走势 存在着非常大的争议 那么看涨的一边呢 说这个因为美国的政府 他一直不稳定 因此美元到年底之前也不一定会加息 所以如果美元在未来几个月上不去的话 那么澳元肯定就能保持现在的强势 江沙目前铁矿石价格 始终维持在530人民币一吨以上 以及中国的GDP数据 目前过去的一个季度是非常之好 所以说整体的基本面 对于澳洲包括澳元来说 都是一个正面的支撑 因此澳元会保持一个强势 那么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没有错 但同时我们也来看一下那些看跌人的看法 他们的看法是 与美国的经济相比 澳洲目前的表现是非常之差 美国今年经济增长预计在3%左右 但是澳洲上一季度的经济增长 仅仅只有0.3% 所以两国之间的差距是在不断的拉大 而且呢我们知道这个货币啊 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本质和国力的强弱 所以如果经济上不去 那么你说这个澳元怎么可能长期保持在和美元的强势状态 这个是从经济的基本面上来看 同时呢投资者也是对于12月份美国是否会加息 抱有怀疑 那如果他最终还是决定12月份加息了 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 澳元还是会打破现在的0.79的关键支撑 所以说两边都有自己的道理 那我本人是怎么看呢 大家一直知道我之前反复说到过 看澳元三个重要因素 就是铁矿石价格 中国经济增长快慢 以及美元加息的速度 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铁矿石价格在540人民币上涨趋势中 同时呢中国的GDP数据上个季度严重的 或者说是大大的超过了预期 也就是说前两个因素目前都是对澳元有利的 只有第三个因素 美国加息 也就是说现在大家虽然知道9月是不动 但是12月到底是加还是不加 目前暂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所以说如果真的美元12月在12月也不加息 那么三大因素同时利好澳元 它怎么跌也跌不下去 而如果美元最终在12月有可能是加了息 但是中国的GDP能够坚持住 铁矿石的价格能够坚持住 那么澳元你说会下跌 会但是会下跌很多吗 我觉得依然会在大约是0.70以上 那么接着呢 咱们来看一下图形上面 这个图是目前的中期级别4小时的走势图 我们看到澳元呢 基本上是在过去的两个月 都在这0.78至0.7950 偶尔充0.80左右 那么上下的浮动 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目前是再次逼近到了4小时的关键底部支撑线 大约是0.7890附近 如果这个价格被打破 有一根完整的蜡烛图打下来 那我相信呢 澳元在中期级别将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下跌 那这个呢 是4小时走势图 我们再来看一下长期级别 这个呢 是周线级别的走势图 所以说澳元呢 上一次下跌 回下来看是2013年初 到现在整整4年多 4年半过去了 澳元第一次出现一个上涨信号 但是目前的上涨信号并没有突破之后一路向上 反而是始终围绕在上涨的突破口 来回的徘徊 那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价格并不能创新高 那么澳元呢 始终还会在这儿来回的磨蹭 甚至于他一旦跌破下方的7790以下 那么澳元将会重新回到之前的下跌状态 所以对于澳元长期级别 如果你要看涨 他必须创出今年的新高以后 才有更大的未来 这个呢 就是澳元目前的走势 虽说长期级别是看涨的 但是在中期和短期 目前比较危险 比较危险 这个价格不能再跌破 以上就是澳元和美元的技术图形分析 那么最后呢 今天晚上七点钟 欧洲会出台他们的通货膨胀数据 到十点三十分呢 是加拿大的GDP数据 因此今晚呢 对于欧元和家元来说 将会比较波动 我们要引起注意 感谢您收看今天 GoMarkets每日的财经点评 我是Mike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